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開始的時候 真的是忠信用戶 後來我的家人 我的親人 革命開始革到自己的頭上來 我是在文革中打死人的 郭鎮長 其實文革最大的問題在於 它是我們中華民族人群 计刑師傅 竟然是彼此 內容 李宗盛 張揚 李宗盛 李宗盛 枅 我能够策展的 我的六十年摄影的回顾展 我感到非常高兴 50年前 文化大革命爆發 李振成當時是 《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 用鏡頭捕捉文革瘋狂歲月下的 中國社會面貌 這頂著有副角度 副角度當時是幾張牽一塊 就是五萬群眾來集會 當時號召各單位 製作毛主席箱 像毛主席先中心 所以比一比誰更忠於毛主席 讓大家來比中心 這不很荒唐嗎 今年是文革五十週年 移居美國多年的李振成 上個月回國舉辦圖片展覽 但是官方不容許打正旗號 用文革做主題 連照片內容都受虧限 負面相片一律不可以公開展出 像這個照片肯定不會見報的 就在《文革奇心不准見報》 那些照片都是出於負面的 通稱為給文化大革命抹黑 皮鬥啊 戴高帽啊 抹鬼臉啊 踢鬼頭啊 刑場出絕啊 都沒有 這裡遺症都沒有 我不想說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 就是很敏感 我看到的是 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的時候 在我的祖國 在深州大地上很穩定 1966年5月 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五一六通知 揭開文化大革命的罪夢 毛澤東聯同中央文革小組 東元紅衛兵進行階級鬥爭 要推翻走資派 建立無產階級天下 鼓動群眾進行批鬥 抄家 告密 上至黨政高層 下至平民百姓 無一行免 運動席捲全國 這個地方 這個樓就是 我們住在二樓 文革開始以後 紅衛兵來抄家七八次 基本家裡抄空了 連地板都撬起來了 我附近八十三大五都以後 就不許回來了 關在就是所謂牛棚裡 然後被重點的關押 我們家基本都在這兒 這是房子以我們公民運動也是 那當然 別提 不能提 蕭燕的爸爸蕭君 是著名左翼作家 魯迅的學生 曾經因為創作抗日小說 名著《八月的鄉村》 在延安獲得毛澤東接見 蕭君敢於批評時政 在早期東北政治運動 被挖為反蘇、反共、反人民 因為這個身分 文革一開始就被人翻舊帳 遭批鬥、獨打 上百幾百人的紅衛兵為力圈 幾個人大一個人 給我父親也弄了牌子 叫老牌反黨分子 而且這個蕭君上都是打了叉叉的 我父親真是一直在自變 他聲明我從來沒反共產黨 也從來沒反著毛澤西 打了他們三四個小時 當時我父親最後就被關起來 關起以後他就暈過去了 當日和蕭君一齊被批鬥的文化家人士 一共有三十名 包括作家老舍 他第二日投湖自盡 而蕭君就忍辱求存 被關押、勞改、歷事八年 家人亦受牽連、淒離子散 蕭君唯有偷偷寫詩 書法鬱結 念三八月賢追憶 《性命垂涎國子消》 《血跡斑斑任故意》 《妻兒何醉亦行極》 你們的父親對得起祖國偉大的人民 我敢於說是無愧於他們的兒子 《石代根基》最後一句話 就是我為你們而活著 所以這點對我們孩子來說 父親真是為了我們付出得太多太多了 一家人深受文革折磨 笑言慨叹爸爸 一生对毛泽东 始终是一片忠诚 我父亲对毛泽东的感情 从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种悲剧 他的印象一直留在四几年 跟延安的时候 对毛泽东的理解和接触 所以他对老毛一直很相信 他一直认为毛泽东是被人蒙蔽的 他并不知道他是最后的大头 那你自己怎么看文革 文革 我说了 文革是一个中华民族的 可以说是近百年来是一个大灾难 比内战 比日本侵略都要严重 因为它是一个民族 国家 人民内部一个自相残杀的一个过程 它使中国几千年来 一直延续的文化 修养和传承 断掉 混乱 包括现在 所以不清算文革 不反思文革 不把文革这个东西搞清楚 中国没有希望 民族也没有希望 这个修标叫红色新文兵 我当年佩戴保存到现在的 红卫兵和红色秘章代表革命 对当时任职摄影记者的李振胜来说 红色秘章原来在工作上有实际保护作用 你去参加红色秘章的采访的时候 抓你 说你哪里来的 你是黑社会派来的黑探子 记者证真的没有用了 但是我发现了 凡是带着红色秘章那些人 他们就能够参通无阻地拍照 戴着红臂章 李振胜顺利记录武斗 批斗干部枪斃的场面 还将一张一张不见得光的底片 偷偷收埋在家地板底 他承认当时为了配合个人崇拜思潮 难免要造假 这张照片是原始照片 公宣队一个女队长看了以后 怎么后面这个毛利是虚的呢 我说这是焦点的问题 他说我不管什么焦点不焦点 反正是虚啥也不能虚毛了去 我在玻璃板底下找了一张照片 还故意搅一个角 意思好像是被那个头压在后面了 你想生存你就得顺利潮流 不想顺利潮流 那你就自己想灭亡吗 没有这样 没人想灭亡 在温哥后期中央温哥下令 全国摄影记者都要交上给 文化大革命抹黑的那些底片 交上来的点火烧掉 这个历史是不存在的 现在就是要否定这个历史 就在这里 黑龙江是吧 在这里造牌 在这里工作 爱豆 就是在同一个楼里 50年前 李振胜是黑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 文革期间拍摄过很多批豆运动 不过自己最后都难逃这个政治漩渦 被下宿同僚批豆 指他是走资派要下放改造 就是当年的摄影组 这是暗房的水源 这里就是洗照片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 都填满了李振胜罪行的大字报 他们主持会在这里 下面有人喊 低头 不行 弯腰 我那个日记里就写的是 绝不老死黑龙江 不学英语 照样有的实验 对任何人看呢 这个人太自然介义了 他们压着我 坐上吉普车 去抄我的压 连夜抄压 那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 感慨万天啊 愤怒无奈啊 我跟谁战斗啊 然后那个他们都以革命的名义 以革命的名义在毁灭我 文革的情感是从开始的欢呼 拥护到后面的质疑 当我被批斗的时候 我就这么样的忠诚于党 忠诚于毛主席 最后还被这个党 为了革命张开 血盆大口 又吃到我头上来了 我当然我就是 对文革就毫无情感了 历史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在1976年 四人帮倒台后结束 官方将文革定性为 由领导者错误发动 被革命集团利用 为党、国家和人民 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但官方从未公布文革 造成的死伤人数 有学者估计 因文革而死亡的总人数 高达二百万人 黄契玉在北京市教养马 纯马 文革爆发时读初中 出身干部子弟 是根正苗红的老虹为兵 当年热冲参与武斗 经常与敌对派系互相撕杀 就是打呗 你越急急越革命 就打得越凶 后来那个 我说咱们还打死一个 我说一听打死一个 打死谁 就你打倒那个 我当时我一听我就忙了 非常恐惧 而且我身族非常后悔 黄契玉说自己当年因为参加武斗杀人 曾经坐了一年牢 之后到工厂工作 其间发生意外导致左眼失明 武斗杀人的自责愧疚 一直挥之不去 在六年前 他终于承认自己在文革犯下的罪行 公开惭悔 背负杀人的自责 王继玉 42年了 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为什么盛产这么多仇恨 忏悔是不够的 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我觉得认账本身就可以给别人 认识文革提供一个实施依据 对我自己来讲是一种释然 都五十多岁了嘛 是吧 再不说就吹了 文革是运动群众 不是群众运动 党要负责 毛泽东当然也要负责 我们的党最不认责 连他们六四四五 他都不认责 那咋呢 是吧 别说翁哥了 而且那是有选择遗忘 很可怕 到了他住的地方了 他提前跟我说过 他这个村子里 只有一个院子飘着过去 就是他的院子 郭翔啊 老弟啊 咱们在风雨中我们要见面了 军人出身的王国祥 五十年前也冲于毛泽东思想 积极学习无选著作 是李真胜镜头下的新闻主角 当时全国人民都学毛泽东思想 那我就好想好想了 一杯水也能见出 于是当前先为别人打算 先替自己打算 等我报告一晚 在场的观众都涌上台去 就把身上的纪念章就给我别上 这一共别的一位骑士都没 他赞美毛主席 其次他也赞美我 他也赞美我学得好 王国祥参加过中苏珍宝岛战役 文革揭束后 担任地方院级干部自退休 一生以爱国爱党为荣 毛主席娱乐 毛主席著作像雨露像阳光像空气 共产党给我丰厚的待遇 给我养老金给我饮料保障 我持穿不丑 我在祖国这么宽厚待遇下养老 我能不能在国吗 半个世纪前 王国祥和李振胜因为文革而认识 但是彼此对文革的评价就南源北车 王国祥到现在仍然崇拜毛泽东 毛泽东执政二十七年 中国没毒品 没积旅 没有防射 不想难几八糟的 可以不关门不上锁 它划动文化大革命是反弹 反修正主义的 我从来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 灾什么难呢 就是文革的色彩 文革的思维 文革的文风 文革的语言在我们这个社会处处都存在着 是人民大旧旗 好如今 比方说我们要突出一个什么 狠抓一个什么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什么三个有什么 这些数字还比比结实 与变种的方式 有大家感觉不到的方式 其实还是一种文革那种方式的回朝 著名左翼作家萧君 在文革结束后四年 最终获得平反 洗脱反党罪名 文革五十周年 子女将她悲惨的遭遇 插录成书 老头老太太 又来看您了 今年的一个大事 就是把您的温哥检查处了 说实话 我们出这本书 教队当中 想起了很多的往事 都不是高兴的事 我们全家的遭遇 你二老的遭遇 一言难尽 就让我们的后代也好 我们同时代也好 真正继续这个灾难 以后不要再 发生在我们子孙后代身上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 再次回应该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